而相当于其他国家在防疫部分真的也算是防疫有成 全球都知名 也让我们的台币其实汇率一直很不错不断的走洋 但是却因为如此有跨国的粮商 居然透过了外商银行在炒汇 不过被央行寄出了重罚 那么其中涉及的德意志银行 台北分行算是被罚的最重的 他们被废止了新台币远期外汇两项许可 甚至还被勒令停办外汇衍生性商品两年 其实就已经形同废照了 其实呢这看起来的确是洋行出手蛮重的 原因就是这一些公司 他们在台湾其实并没有进行真正的交易 是假交易去赚汇茶 我们也实际的去追查 发现有粮商在台湾的分公司营业登记地址 居然还只是随便一个会计时事务所 中央银行严打炒汇 其中涉及粮商炒汇案的德意志银行 台北分行被罚最重 已经被废除新台币远期外汇 以及五本金交割新台币远期外汇交易 两项许可 德意志台北分行还被勒令停办 外汇衍生性商品两年 行同撤照 另外还有三间外商银行 分别都被处以战时停办远期外汇等交易的处罚 在防疫有功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台股在台币的走势上面 都是稳定升值的状态 台币走势强劲成了热钱疯狂炒作标的 连跨国粮商都来参与角假交易大赚会差 央行揪出八间涉案粮商 包括ADM 邦吉 加吉 路易达福等全球四大粮商 明明主要是以美元做生意 没有使用台币的需求 却以贸易为名 透过银行进行远期外汇炒作 大赚升值会差 累计乘坐金额高达110亿美元 而涉案的跨国大型粮商被发现有超过半数 是2018年后才在台湾设立 实际追查发现其中一间粮商在台湾的登记地址 是在信义路上面的某间商办 但是进去里头却是会计师事务所 原来只是租借地址而已 它只有设计 公司不在这里 没有人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地址是借台幼 商办里面竟然没有粮商在台分公司 原来是只登记却不落地 专家业点出除了炒汇还有金融商品 也是不少外商的炒作目标 会炒金融商品有优势 就是它的方向相对单一 大部分都会有一些子公司的部分 那其实整体在操作跟投资运作上面 不一定是会用本公司企业的资金去做一个运作 假借拓展本地业务实为进行炒作 央行铁腕重罚警告炒汇 投机客 三续投资高学 那么许可 嗯 这大部分 真是 根本